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期案件 为杨秀宇网名利二差四提供有偿推荐炒作视频的新浪网的一名视频编辑吴骏 因为收受杨秀宇公司提供的好处费5万多元 被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提起了公诉 昨天的这起案件是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 吴骏的被捕与自称网络第一推手的杨秀宇网名利二差四有关 一手炮制出和尚传镇门事件和干爹888万元包机带我看奥运事件的杨秀宇 是北京尔玛天仙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及北京尔玛互动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的负责人 两家公司多次通过信息网络为个人或公司进行有偿炒作 吴骏便是两家公司进行网络炒作的工具 其诉书显示 现年32岁的吴骏是湖北人大学文化 案发前是新浪网技术中国有限公司视频编辑 经依法宣查谈民被告人吴骏于2010年11月至2013年8月间 多次接受北京尔玛天仙文化成果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尔玛互动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的委托 其单内新浪网技术中国有限公司视频编辑的主物便利 为上述奥公司在新浪网推荐发布视频 并收受上述奥公司给付人民币公计50100元 据检方调查 吴骏在新浪网主要做视频编辑 有权利将视频推荐到新浪网的首页或者是视频首页 而不需要审查 因为像他们平常就是自己上传视频的话 他的那个视频上传的质量也比较差 然后他取的一些新闻点和标题什么的 都是比较比较粗糙的 所以说他经过不了那个审核 通过不了审核得不到推荐 比如说他认识我之后 把这个视频给到我之后 我会帮他就是说根据时下的热点或者等等的 就是通过自己的一些经验吧 帮我把这个视频然后重新的就是审查一遍 然后修改一些相关的内容 比如说标题啊 包括一些内容介绍啊 图片啊等等的一些东西 然后再帮他上传 上传之后然后就 这样这样经过处理之后的视频就 就有可能就是通过公司公司的那种推荐 据检方称 吴俊受尔玛公司所托 共涉案参与了尔玛公司15个项目相关视频的网络推广 其中包括最小逊妇女 中国梦之声的宣传视频等 根据视频在网络上发布的位置不同 吴俊向尔玛公司所要的好处费 也从800到5000元不等 位置越显著收费越高 其中发在网站首页的要价最高 一般先由尔玛公司将视频上传至新浪视频频道 然后再将视频链接发给吴俊 通知他将视频推荐到新浪网首页 公诉机关认为 被告人吴俊无视国法 为谋取私利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为他人谋取利益 并收受他人财务数额较大 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应当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追究起刑事责任 经过一上午的审理 庭审结束 法庭将择期选判 永静 词 aston 明天